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的網站發表視頻,顯示最近在敘里亞和伊拉克南部建立的伊拉克和尼凡特伊斯蘭國自封的領導人,在星期六公佈的視頻顯示巴卡爾巴格達迪在清真寺港道,有專家認為,視頻當中的男子很可能就是被少見到的巴格達迪,由巴格達迪領導的伊拉克和尼凡特伊斯蘭國自封, 伊拉克和尼凡特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已經奪取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區,伊拉克和尼凡特伊斯蘭國也是企圖暴力推翻敘里亞政府的幾個極端順尼派穆斯林組織之一。